还有不到两个星期就是农历新年了 而号称人类史上最大规模迁移的中国春运也已经开始 今年的春运和往年最大的分别是 智能高科技也开始走入春运 在各个主要交通枢纽投入运作 大大的舒缓了往年拥堵的情况 当中这个刷脸进站的技术更是让旅客短短5秒就能进站 省时又省力 除了刷脸技术 当局也安装了35台自动导航问路机 也就是说你要上厕所 等候室 餐厅等等 手指动一动就能找到 此外当局还增设了健康检查站 我们还在后测室也搭建了一些像我们的健康服务站 为旅客提供一些血压 包括体温的一些测量这种服务 包括我们设置了一些照片墙和这种免费的自助打印机 都可以让旅客在归途上面来享受一些乐趣 春运期间人潮汹涌 遗失的物品也不少 这回南京南站也不再耗费人力24小时执勤 等待主人来认领 而是通过最新科技 让乘客自行扫描二维码 查询失误 确认之后再到招领台认领 这样一来就更加快捷方便了 NV7综合报道 上面有四个字 扫码护教对吧 嗯 对 文字幕志愿者 老大 坐下来 导致完成 emosemosemos sabemos anyway